研究的合佈 去年的統計 腦海更白是國人十多 死因的第四名 就算人家有救回來 也不可能完全獲館 有遺囑的提示 如果我們人 鄉鄉引起的腦中方 差不多有四點半小時的 黃金救館時間 那會有送他 這獲館的機會 餘館是很大 送火感謝疑心文情 住婚姻透過生日的男人 今年八月在朋友出來 泡茶開港 平常會說不清楚 左邊卡手完全沒力 朋友發現故障 趕緊救救給車送 北加媽做朋友 經過這段時間急性腦中方 朋友隨機動腦中方稍作救助 腦中方就腦血管起酸的這一塊 我們工程者主任在這方面 做了一個相當的一個訓練以後 開始執行這樣的一個業務 讓我們的腦中方的治療 能夠更完整 如果台中一位老闆是五個 血壓稍不按時吃油 平常是吃起來比較重口味 這位車一天清醒之後 發覺沒辦法燈檔 出來人趕緊將醫生病醫檢查 發現是腦中方 幫他做了一個電腦斷層 那看到他的右側的中大腦動脈這裡 他的血管阻塞了 就是吃東西比較重口味啦 所以他都要有鹽巴要夠鹹 他才會吃他會吃得下飯 那平常他又有高血 其實他沒有固定在控制 這兩位患者都在 黃金四點五點前來接受藥物 協助手術治療 不然學家後順利出醫 也會合進行生活 醫生學友民眾 如果發現腦中方症頭 要在黃金中求基治療 必然做生身體功能障礙 人嚴重甚至危害死命 記者 王維香綜合報道